頭條開獎提到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加會員支持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華文新勢力 美國的其中選舉 現在誰輸誰贏 恐怕大家心裡有數了 尤其是拜登 不過你說這場選舉真的很燒錢 而且連計票又說很冗長 至少恐怕也要等個7天吧 那麼但是現在呢 你說在大家等待著這個選情 最後的結果呢 就有人在分析說你看 民調啦還有五黨派的預測機構啦 他們都有調查就顯示 共和黨可能贏得眾議院的多數席次 但是參議院主導權 可是競爭相當相當的激烈的 那麼呢 現在呢連拜登 你看他在選前之夜 自己講了一個什麼話呢 美國的這個媒體 國會山報就有報導 你看這個標題在這兒 是Biden acknowledges STEM 就是指民主黨人 那麼對於能夠保持 對於國會的一個控制 是怎麼樣 是一個奢望 非常高的期望 意思就是 民主黨人要繼續保持對國會控制 太難了啦 這是一個奢望 那麼現在你看 這麼貴的一場選舉 非營利組織不是都算了嗎 至少超過167億美元的花費 已經超過了在2018年的 140億美元是創始上新高了 這就是美國的選舉啊 來請教賴老師怎麼看 花那麼多錢的目的在哪裡 因為他們絕大部分都是 金主贊助嘛 對 那麼捐獻 那金主捐這麼多的錢 一定是要有回饋的 要有等價交易的 那當然不會是馬上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 這些候選人 不管是州長 州務卿 或者是眾議員 參議員 當他有背後的那個金主 給他這麼多的錢的時候 或者是政黨 背後的金主 給這麼多錢的時候 那各位想想看 之後要不要欠他們人情 要不要買他們的帳 當然要 所以很多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 美國的對外的用兵 其實很多很多的時候 是滿足背後金主的期望 這個就是美式民主 帶來的結果 但是大家都是故意看不見他 我們一直強調 美式的民主 一定要改革 再不改革 這個制度越來越腐敗 這個制度越來越燒錢 這個制度官商勾結 越來越嚴重 這個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一定要改 但是看起來 短時間要改也不太可能 因為這個制度 如此的脆弱 所以一直有人 想要捍衛這個脆弱的制度 那麼他們一直指控對手 要破壞 摧毀這個制度 其實沒有了 對手也是在這個制度 體系內 選舉出來的嘛 所以要隨便指控 對手要破壞這個制度 也是胡說八道 但是我們來看一下 目前來講 拜登就有三種狀況 有可能 第一個就是 維持現狀 那也就是 參眾兩院都贏了 那就是維持現狀 那參眾兩院都贏了 維持現狀 那也不過就是 政策趨勢走下去 拜登會更神明 更聰明 更厲害嗎 想 想當然不會嘛 因為兩年的結果就是如此 目前來講 美國的經濟就是衰敗 然後在整個國家 整個國際社會的影響力 日漸低落 這都是事實 好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後面的兩種狀況 對拜登 都是非常糟糕的 一個就是 輸掉一個院 不管參議院還是眾議院 目前最可能的就是 輸掉眾議院嘛 那如果輸掉眾議院 他一定就是剖壓了 因為重大法案 絕對過不了 那另外一個 最更更糟的狀況就是 兩院都輸 兩院都輸 那就是剖定了 而且還會被彈劾 一定會被彈劾 所以我想 重大法案通過不了 也一定會被彈劾 那你想想看 民主黨往後兩年 他基本上來說 他就根本 拜登做不了什麼大事 那你想全世界 一看到你這個政府 這個總統 做不了什麼大事 他之後還要積極的去參與 很多的會議 那當很多國家看到你 做不了大事的總統 來參與這些會 跟你說了也沒用 那你想他只能夠 想辦法秀一下 展現一下 然後裝個一個姿態 但是問題就是 每一個國家領導人都知道 你已經差不多了 算了 應付你一下就好 給你一點面子 但是基本上來講 不會談大事情 好 不過現在講到 這個選情的話 其實我們看 包括拜登 還有在這個 共和黨這邊的川普 其實在11月7號 這個選前之夜呢 都很拼 都很拼 那包括像是 你看 這個拜登呢 是在馬里蘭州的 巴特摩爾 那麼另外呢 這一頭是川普 他是在惡害惡州 兩個都是在選前之夜 大聲的這個 然後催票 希望選民一定要給予他們支持 比方說 那我們看 拜登就講 我們的民主正處於危險中 現在做的將會決定 民主是否長存 這句話一聽 還挺耳熟的 這原來是美國的 林肯總統 曾經講過的一句名言 他拿來用了 然後他說 權力可是在你們手上 所以拜託 去投票 不過呢 把林肯的話拿來搬出來 有用嗎 看起來也不見得 能夠獲得少數族裔的認同 因為呢 華爾街日報這邊就有報導 共和黨其實反而 在黑人跟拉丁裔選民的 支持率是翻倍的 17%的黑人選民 反而是支持共和黨候選人 以前他們大概只有8% 個位數的支持率 可是現在不一樣了 以前傾向投給民主黨 這回可是變了 來 院老師 這個我前不久 推薦一本書給國人讀 我在上面還寫一個推薦去 叫民主在退朝 那個時候呢 講的主要問題是2012年的 所謂的阿拉伯之村 就從圖尼西亞開始 圖尼西亞開始 一路上就鬧到敘利亞這樣子 然後呢 那個時候呢 那個時候大家對於美國的民主 還是蠻有信心的 還認為他可以對外輸出這個制度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不輸出還好 一輸出的話呢 完了 兵敗如山倒 現在搞到美國自己的民主制度 都出了大問題 我覺得拜登講的話算是 終於講了一句不糊塗的話 美國的民主都快危險了 這非常非常有問題 我先跟大家強調一下 美國的民主出現的問題是 美國一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 它是一個財閥政治 美國的財閥政治嚴重到什麼程度啊 就是大家任何事情啊 都講錢 任何有錢的人啊 就在美國講話特別大聲 那個馬斯克是全世界最有錢的人 他居然公開就在嗆 拜登啊 公開要支持這個川普 川普做總統的成績 就是拜登認為民主即將富王的代表 而那個川普認為說是 拜登本身把美國搞得簡直一塌糊塗 所以美國本身的財閥政治 為什麼有這麼多的財閥呢 就是因為美國在世界上有霸權 這個我們都心知肚明 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的話呢 我覺得美國這個制度 所創造出來的所謂的民主 絕大多數人都非常非常懷疑 除了美國本身值得懷疑外 英國的民主制度也很值得懷疑 所以大家整體來講的話呢 就開始慢慢思考 如果沒有民主制度 那我們剩下什麼 那我覺得大陸那邊也提出 它的所謂的 所謂的全過程人民民主 只是說現在討論的人比較少 但是你仔細去了解那個情況的話 卻是每一個人都想要的 它其實基本上 它是強調社會平等 強調共同富裕 它強調社會 這個治安的要好 就是說不能有黑 不能有金 不能有毒 也不能夠搞怪力亂神 這些現象其實都在台灣 都一樣畫葫蘆 所以台灣現在的情況 就完全依附在美國 只是不曉得 美國這棵大樹的制度上 已經腐朽到什麼程度了 你想想看 為了一個選舉花了多少錢 美國人花錢就是強調捐款 捐款的人的話 就把這個賬算在 所有的候選人身上 而且這個捐款人本身 會出一個現象 這個在台灣也一樣 就是你後世看好 錢越來越多 多到你不想要 如果你本身很困難 我相信拜登現在籌款 都不太容易 因為很多人都不看好他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美國確實是滿有問題的 對他會跟這個選情波動嘛 不過我就請教一下 這個王奧成教授了 你看為什麼這次 這個少數族裔 反而比較不認同 這個選給民主黨 反而票要投共和黨 變心了 尤其你看 川普也看準了這一點 所以呢 他其實在選前之夜的時候呢 他怎麼講 他就大批這個 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 然後呢 他怎麼說 他說 我們要結束 裴洛西的政治生涯 有人講說 對 你講的沒錯 因為眾議院議長 恐怕這個 真的要換人啦 換成麥卡錫了吧 要結束裴洛西的政治生涯 還不夠 他還說 政府開放南部邊境 放任非法移民闖入 我們還要讓美國再次的偉大 這可是他的名言 而且而且 他甚至還埋下了一個伏筆 他說他即將 先選完再說 然後他在15號的時候 他要發表 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還講的非常 三個非常重要的聲明 那是大家說 難不成你要宣布參選2024了嗎 是有可能 我覺得川普在上次的競選落敗之後 他一直沒有承認他的這個敗選 甚至還鬧出了這個群眾闖入這個國會山莊的這個事情 但是我覺得重要就是說他在共和黨內一直保有他的這個重要的這個影響力 在共和黨內部的話 比聲望 比這個支持度 以及這個募款造勢能力可能沒有人是比他強 所以說這個 在這一次的選舉裡面 他事實上也是賣力的這個演出 所以共和黨如果假設 很多人的這個像國會議員的這個被提名呢 以及像州長這個川普去背書的來講 很多人其實都是都是當選了 擊敗了這個反川普的這個人士 所以我覺得他在共和黨裡面是有相當大的這個影響力 那當然他一直在這個審諾時事 如果這一次看起來就是說共和黨 包括他有背書支持的一些提名人 以及整個共和黨在參眾兩院 甚至只要在有一院 當然眾議院現在看起來 共和黨是鐵定是一定會獲得這個多數 那參議院如果說在幾個關鍵中 又這個扳回來的話 那可能參眾兩院都被共和黨所掌控 那我覺得這個川普的人看這個形勢 當然是有利 一方面他在共和黨內是一個最受歡迎的人 當然他會順勢來宣布這個再次出馬競選 所以這眾議院的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就已經放話了 好像就是一副要為川普什麼復仇一樣 說到時候在擔任議長以後呢 當然他有很多他的選項重要的議題 要去處理 可是就是要什麼 要彈劾拜登了 所以拜登麻煩囉 對 確實我覺得這個等於 其實就是雙邊相互的 在政治上的這個 政治報復的這個遊戲嘛 因為在這個川普在這個任內 事實上也被這個 這個民主黨主導的國會 所以他為什麼那麼痛恨這個裴洛西 就是說這個主導兩次的對他的彈劾案 雖然都沒有成功 但是在歷史上也留下了這樣的一個記錄 甚至就是說在前一陣子我們看到這個美國的聯盟調查局 還去搜索這個川普在這個佛州的這個莊園 認為他有隱藏了一些私人的這些資料等等 那事實上也準備對他來進行這個起訴 所以我覺得這個現在如果共和黨 重新這個執政之後 當然要針對這個拜登來進行這個追究 尤其是他的兒子的一些 這個政商的關係來進行這個一個追究 我覺得這次來講就是說民主黨 之前造的問題呢 共和黨現在呢 也辦法來做是這樣一個彈劾的一個作為 當然也進一步打擊這個拜登的這個聲望嘛 如果2024年拜登再次出來競選的話 當然藉由這樣的一些調查跟彈劾的這個過程來講的話 事實上也等於是說削弱這個拜登的一個支持度 但我稍微再講一點 就為什麼這是少數族裔會這個轉而支持這個共和黨 照說其實拉丁美黑人這應該是支持民主黨比較多了 我覺得第一個主要還是因為經濟不好 因為經濟不好 其實最新古來是勞工階級跟中下階層 那美國的黑人跟這些拉丁族裔 他們基本上就是比較偏向這個族群 所以當通貨膨脹經濟不好的時候 他們的賬單越來越多 房貸腳的越來越辛苦 當然就是說他們這個民心思變 尤其他們認為就是共和黨在這個經濟方面的這個 創造能力是顯得民主黨要好 所以我覺得部分人其實就導向了這個共和黨 另外就是說這個川普都講就是他們要管控邊界 如果移民進來的話其實打擊的也是這些人 因為他們移民進來的話搶了這些人工作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為什麼選民這些這個黑人 跟哪裡沒有轉向這個共和黨的原因 是 所以現在看起來很有可能拜登要面臨博壓了 可是呢 強烈的對比我們來看看 就是大陸領導人習近平 在這個二十大了之後 那麼現在呢 你看 權力核心鞏固之後要力拼外交 這一次不僅僅是接見德國總理肖茲 那後續還有更多可能產生的效應了 比方說你看最新的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 習近平計劃是年底前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到底什麼時候呢 說暫定是在12月的第二週 那麼文中還提到 中國和沙烏地阿拉伯尋求著深化兩國的關係 推進一個不再由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多級世界願景 而官員正在敲定習近平與沙烏地王儲 默罕默德他舉行峰會的細節了 所以看起來好像一直持續在推進 而且就是快了 甚至告訴你已經是12月的第二週 這比上一次要講傳出 可能要訪沙烏地阿拉伯的這個輪廓 是更加的清晰了 我想請教賴老師 因為一直有傳出 一直有傳言說習近平即將要訪問沙烏地阿拉伯 當時是在上個月的時候 就是說二十大一開完了以後 說習近平可能馬上就要到沙烏地阿拉伯去訪問 那結果發現沒有 但是這一次講得更細了 而且已經說已經在敲細節了 那目前來講中國大陸的官方當然還沒有正式的公佈 但是看起來這個可能 華爾街日報得到的訊息是沙烏地阿拉伯提供給他的 因為這個看起來細節是越來越多了 那代表雙方之間的接觸 談判已經到最後的一個階段 我覺得我們要留意的幾個事情是這樣 連任後的第一個出訪國代表他最看重的國家 在習近平第一任的時候 他首戰的出訪國到俄羅斯去訪問 就建立了中俄之間的這種最高的這種戰略夥伴關係 到協助夥伴關係 那我們看到到目前為止 中俄之間不管在於安全上軍事上被靠背 在經濟上在政治上在外交上 在聯合國的作用上 兩個國家都是有密切的協調 而且互通有無 相互溝通訊息 而且高層的來往非常的密集 這個代表中俄的關係 事實上是在習近平第一任的時候 他就確立了 那麼成果十年以後大家看出來 這個中俄的關係建立很穩定 這個也緩解了中國大陸 在西北這邊的軍事上的壓力都緩解了 而且事實上雙方都可以把力量往外拉 那現在如果說習近平的第一站訪問 因為參加G20不算是對於當地國的這個訪問 因為那是參加國際的多邊會議 那如果說是對於當地國的正式的一個訪問 這代表中國大陸很明顯的 中東地區已經構成他習近平連任的最重要 也就是往後五年甚至到十年 最重要的一個外交的戰略重點 這個戰略重點 選擇在中東地區的時候 你看到華爾街日報 才會說是國際秩序的重組 因為他們用的標題就是 國際秩序重組的過程中 那麼習近平跟沙烏地阿拉伯要見面了 那他們要推動 跟海灣國家的領導人的峰會 這個已經是一加多的峰會了 也就是不只是訪問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那麼也會跟海灣國 因為沙烏地阿拉伯很有可能會組成一個 這個海灣國家的峰會 在這一次其實看到重點在這兒就是要推進 不再有美國主導國際秩序的多級世界願景 而且大陸外長王毅其實也跟沙烏地的外長 其實也有過溝通了 對 那這個重點就在於說 包括什麼 包括中國還有可能入股沙烏地的這個石油巨頭 也就是他們的國家石油公司 相互入股了 因為中國大陸會入股這個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些石油公司 我們也看到沙烏地阿拉伯 他們已經開始入股香港的一些公司一些股市 甚至粵港澳大灣區的一些工程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的一些富商也都在入股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在相互之間的入股中 增強對方之間彼此之間的商業上的依賴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代表這兩個國家的關係 是越來越往上走 目前來講沙烏地阿拉伯他一直在申請 要加入金莊五國跟上海合作組織 看起來中國大陸應該會推他們一把 那這樣的情形下的話 上海合作組織跟金莊五國的擴大 我覺得這已經是勢在必行了 對 而且剛剛其實賴老師也提到 就是說不是只有一個中國對一個沙烏地阿拉伯 而是一個中國是對更多的海灣國家 袁老師您的看法呢 我覺得這個不曉得在台灣這邊對於這個 二十大的習總書講話的內容有沒有注意 對外他只有一句話就是多邊 就是multilateral 就是多邊主義的觀念 這個多邊當然是針對於這個 所謂的這個單一的這種 國際的這種秩序做了一個重整 那我覺得今天這個消息出來 它比那個蕭茲訪問這個中國消息更大 因為這個德國來訪問 它的目標很明顯 就是經濟壓過政治 經濟的利益壓過政治的這個 算是這個集體的這個 反華什麼whatever 但是他們基本上 被一眼就被人家看出來 蕭山自己有點心虛 訪問時間很短 可是呢 沙烏地的這個事情啊 那就是很高調 為什麼呢 因為他之前呢 就是那個OPEC Plus的或者 然後要他增產他不增產 他減產兩百萬頭 而且還是跟著俄羅斯一起減產 那美國來講的話呢 就是說美國本身呢 長期來講對沙特的那個態度啊 各方面呢是很很容忍的 因為美國喜歡干涉人家內政嘛 所以我從這個三個角度來講啊 就是從政治 從社會從經濟來講 這個沙特這個事情的確是非同小可 政治上來講啊 美國喜歡輸出自己的民主自由 但是對沙烏地阿拉伯從來就不說話的 就是說你愛搞什麼搞什麼的話呢 沙烏地阿拉伯基本上的話呢 完全按照這個政教合一來治國的話 他說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但是呢 在這個政治上的制度上來講呢 那這個沙烏地當然喜歡跟中國來往了 中國不會批評他的什麼 什麼這個紀錄那個紀錄的 就沒有這個問題啊 因為那個他的現在那個皇屬 就是那個沙拉曼 那個穆罕默德沙拉曼 你那個拜登就罵過 整個沙烏地阿拉伯人是賤命 那這個還得了對不對 因為在社會上來講的話呢 這個是穆斯林有10億人 其中最重要的國家就是沙烏地阿拉伯 麥加麥丁納都在他們那邊 你在這種情況下來講 他這個老大怎麼當啊 這個長期來講的中東問題 美國的話呢 有意無意的支柱 這個以色列打敗中東 第一次中東戰爭 第二次中東戰爭 都是阿拉伯國家戰敗 他的問題夠丟臉了 你不曉得有沒有認得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一提到這個事情 就難過得不得了 把這個賬都算在沙烏地頭上 是 然後就經濟上來講的話 美國今天這麼囂張 就是因為原油用 用美元計價 就他產了油 那現在的話講說 跟大陸簽約的話 那他可以威脅他 反過來沙烏地阿拉伯是可以 對美國來講說 我本來就要準備用人民幣 跟美元同時計價 那這樣子提升人民幣 非常高的地位 對不對 那何樂而不為呢 就是在目前的情勢上來講 沙烏地阿拉伯非常了解 自己的籌碼 知道自己的做法 最重要的一點是 他要建設這個國家 他一定要靠中國來建設 他不能指望美國建設 的確 而且還有包括 軍事方面的合作 我們聽聽看 這個王老師的意見 因為你看也是沙烏地阿拉伯 特別在報導說 沙烏地顧問和了解 美國情報的官員說 沙烏地已經從中國軍方 進口敏感的飛彈技術了 也在製造自己的彈道飛彈 是中國在幫助沙烏地阿拉伯 那麼沙烏地阿拉伯 還有一個皇家戰略火箭軍 他是這個沙烏地阿拉伯 的皇家武裝力量五大分支之一 而他用的主要的武器 還是中國賣給沙烏地的 東風三遠程彈道飛彈 以及東風二十一中程彈道導彈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其實在這個裡面 確實是有很多 是中國協助沙烏地阿拉伯的 這也凸顯出 他們在合作上面 不是只有經貿 或其他的能源方面合作 也包括了軍事的力量 確實我覺得 中國事實上也在講 已經算是一個軍事大國 就是他在軍事改革之後 他很多方面進步很多 那尤其是在飛彈方面 中國其實他的這個 遠中進程的一個飛彈 其實發展都相當的一個成熟 那我覺得就是沙烏國 他作為一個中東國家 那如果要作為一個領導的國家 不能是只靠這個石油的一個輸出 你基本上 事實上也必須要具備軍事上的一個能力 那麼過去當然他主要是依靠這個美國 可是美國在賣武器的時候 他基本上都有他自己的一些考慮 他要考慮到區域的一些平衡 以及像一些比較敏感的 像這個核武的這個問題來講 所以我覺得他對於沙烏國事實上是有一些限制 甚至有些時候不同黨派執政 還會批評到沙烏國的一個內政 但是大陸來講的話 他基本上就導致一個相互尊重的一個態度 那尤其是中國大陸 他的這個武器的一個發展 他可以在向外輸出之後 當然沙烏國的這個購買 事實上來講也是一個重要的一個買主 那我覺得藉由這個雙邊的這個軍事關係的一個建立 事實上也可以強化雙邊的一個關係 我們看到他所賣的這些武器 包括東風3跟東風21 東風21等於是大陸他自己的一個 非常有把握的中程的這個彈道飛彈 就是這個所謂的關島快遞 以及航母的這個殺手 東風21的這個中程的一個飛彈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在這個沙烏國他要建立在地方 在中東地區的他的一個領導地位 尤其是面向這個譬如說像以色列 或者是這個伊朗 還有他面對這個夜門的一些問題 他基本上都必須要一些 建立自己的一個軍事上的一個力量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中國 他具有這個能力之後 他願意提供沙烏國的這個軍事上的發展 確實對雙方的這個關係的這個成長 跟鞏物是很有幫助的 好不過現在我們來看看這個 老老師加拿大是怎麼樣的 怎麼一回事 那我們看到現在他這個杜魯多說 大陸在秘密的干預加拿大的選舉 那麼他還說中國正在與加拿大的 民主跟制度玩侵略遊戲 然後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 趙立堅也嚴正了博士 他說中方對加拿大內政是根本不感興趣 不過這個華爾街日報這邊 倒是有一篇報導 他說到FBI日前曾經潛入香港 跟蹤偷拍孟晚舟 只為了要爭奪5G控制權 所以呢就等著孟晚舟可以在一個 有能力採取行動的國家落地 然後呢要將他逮捕 那當時這樣子的動手 其實不就是美國在背後在主導這一切嗎 那現在加拿大所做的這些 是不是也有美國在背後的影子呢 我覺得孟晚舟的事件 越來越清楚了 因為解密的事件越來越多 那麼知情的人士也越來越多 就把細節公佈了 目前他們談到了就是說 很有可能是波頓 一手在背後策劃主導的 因為據說這個當時的特朗普 就是川普 他跟習近平在會談的時候 那麼波頓沒有跟他講 孟晚舟已經被逮捕 所以他們兩位領導人都不知道 那川普是完全不知道 川普後來知道以後氣得半死 就是說你怎麼可以逮捕他 你怎麼沒有跟我講 那是誰在搞 那據說這都是據說 據說波頓在主導這個時候 他們就一直在盯著孟晚舟 盯著孟晚舟 所以當他連他那一天的穿著 那個都已經掌握 然後知道他非到哪邊去做轉機 什麼都掌握住這樣子 所以等於是這是什麼 我想這件事情 讓大家看得清楚就是說 中國大陸為什麼在香港 一定要推港版國安法 你不推的話 你想想看美國的FBI 跑到香港去執法 你不覺得這已經有點超過了嗎 因為香港沒有國安法 香港沒有國安法 等於是國門洞開 全世界各國的特工人員 情報人員 甚至FBI是負責國內安全的人員 都跑到國外去 然後在那個地方 對外國的公民 進行這種人生的這種 那個跟蹤監視 你想想看這是不是已經超過再超過 所以你可以看到那些港獨 還有支持港獨的那些台獨 他們實在是很糟糕 都忘了自己的國門 不應該是洞開的 不能夠讓外國的力量 大拉拉的就跑到你這個國家來 為所欲為 可是你看現在港版國安法通過以後 現在香港都乾淨了 那些間諜 那些特工人員跑的跑 逃的逃 那個房產趕快借賣的借賣 溜的溜 現在安全的乾淨的穩定的好 那加拿大完全配合美國做這個事 其實就我了解 就是說司法的期限到了 因為對加拿大來講 他不敢下居心 他要看美國 那如果美國沒有指示 加拿大就一定要把他移到美國去 那個時候就是談判的時候 我估計在中國大陸的 加拿大的間諜跟美國的間諜 可能上百位都會被同時被逮捕 一定會被逮捕 而且就直接告訴你美國人看得辦 所以據說在那個時候 兩邊的關係很緊張 美國玩膽小子遊戲的時候 還是證明自己是膽小鬼 馬上就放走了 那最後一個 特魯多又在玩這個無聊的事情 坦白說誰對加拿大有興趣 各位觀眾朋友 哪一個國家會對加拿大有興趣 所以加拿大是把自己 你的民主政治沒有人有興趣 你的政黨誰當家 也沒有人有興趣 所以不要把自己的政績不好 然後又再說外國人操縱 我覺得這簡直是很可笑 我都不太懂 中國大陸是操縱 介入美國的選舉 是要支持共和黨是民主黨 兩黨都恨中國大陸 那加拿大不是也是兩黨都恨中國大陸嗎 我就覺得他們都在比賽恨中國大陸 那你支持哪個黨有什麼意義呢 我就不太懂這個腦袋有 這個人的腦袋到底裝什麼 我真的不太了解 好 免疫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 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 來QR Code 快點購 掃一下